看一下极棵 极棵的话就是所有的极条都是往上长的 可以看一下 现在极棵的话 主干性蛮大的 看一下靠近点看一下 用个手来扎 大概 你看粗度的话大概是 三公分左右 几近三公分 三公分半左右 现在的话又长出了这个芽点了 看到没有 这个极细的话我们都要给它修剪 为什么要修剪呢 因为我们 不是要描这种极条在这里 就直接给它剪掉 包括我们现在上 上去已经剪过了一些的 没有上铝线了 这个极条是本来是 让它积极的去长出来了 现在的话往上长 它是往上长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极条都是 都是往上长了 看到吗 说上的话我们要用铝线 这样给它压上来 压平长 一塔一塔的 包括像这种 像这种的话太多极条 我们可以减少一点 减了以后我们这些极条 像这种极条 去拿可以拿入圈叉 可以拿入圈叉 很多极条我们是用不到的 因为这个树不断去长大 我们要的话就是一塔一塔的上来 树上的话不断去筛选机条 筛选一些正面塔上去的极条 我们就足够了 太多极条的话 这个塔就不大 我们养了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 像上面这些的话 你看 都是 芽点这种芒芽看到吗 这种的话都要剪 包括顶端 因为顶端之前我们已经 已经修剪过一些顶了 这里是没有顶 然后冒出三个芽 这三个芽的话也是太高了 太高了我们也要剪 像这种的话都要剪 剪了以后 像这种的话我们 重复的去剪 然后我们再 重复的剪了这种极条 因为一个长两个 两个芽长出四个芽 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这个顶长出三个芽 同样也是要给它剪掉 你不剪它的话 它的芽条一级的长 一级的风长 实际上的话就要控制 它的一个长度 像这种 积极的芽条上来 现在我们没有上铝线 但是的话都可以削剪 削出来的以后 我们再给它 给它上铝线去打扮 给它压芽条 像这种你看看 很长 实际上秋天就是这样子 给它剪了固定 一个 像这种 鸡根 鸡根是非常长的 你看鸡根 营养太丰卓了 对吧 营养太丰卓的就是这样子 像这个一样 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要把它 把它压上来以后 如果上面的鸡条太多 可以去掉一点 去掉 去少一点 基本上 是这样子 每一根就这样剪 剪了以后 就看起来是一个 鸡脚还是往上 我们买一个鸡条 就找铝线来压鸡 压平长来 就可以了 压平长来 像这种 再给它剪一下 剪一下 这样子用铝线给它压平 以后的话 用铝线来给它修编 成为云塔 就是那么简单 长来看 是正确的 那个是 是